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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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剑传说3 Trails of Mana Square Enix除了在2020预定推出Final Fantasy VII重制版之外 圣剑传说3 Trails of Mana也是超受期待的重制型作品 故事剧情改编自1995年上市的圣剑传说3 原本2D的风格也将进化成3D模组 画面也提升到了Full HD 视角 操作 攻击都大幅改变了 与其说重制不如说Square Enix重新做了一个圣剑传说3 Trails of Mana 可惜目前没看到双人游玩模式 也因为这一点大大的影响编辑的投票取向 排名也没办法再往上爬啰 最后一战无限 不要以为编辑们不关心Xbox Series X主机上的游戏 最后一战系列新作最后一战无限 这款很有机会在新主机上首发登场 最后一战无限延续了最后一战5守护者的故事 但是在架构上则是透过了全新的Sleep Space引擎打造 之前公开的宣传影片 游戏FPS首席设计师Chris Lee 还说明影片不是CG 而是透过强大的游戏引擎渲染采集的 如果在未来新主机上市的时候 能有个铜捆包那就太好了 为了欢迎使馆长回归 给他这样的排名啰 最后生还者二部曲 如果你还记得最后生还者所带给你的感动 然后你也关心长大之后的爱力 与变老的乔尔会产生什么后续的故事 那最后生还者二部曲 有什么理由不让你期待呢 虽然官方曾经在上市日期上 小小的延期了一下 不过是为了提升游戏品质 所以延后了三个月而已 现在跟着长大的爱力踏上新的旅程 去寻找你所坚持的争议吧 除了游戏内容 为了长大后的爱力 编辑们应是让游戏进入了期待的前段班 看看我们基努里为超越年纪的帅气度 以及在游戏中扮演的强尼引手 会带给玩家什么样的影响 就已经足够我们期待了 如果再加上超科幻的背景故事 高自由度的开放世界 具有特色的动态职业系统 像是直球对决 武力至上的独武侠 以及从阴暗角落发动网路偷袭的创王室 在2020确实是需要一款科幻游戏 还有一个老少通吃的帅哥 来满足玩家们的期待 人亡2 身为破百万销售等级游戏的续作 加上又是光荣特库模 新生代的动作游戏 人亡2开场就注定了不平凡 本作同样是以日本战国时代为背景 众多你我熟悉的武将或是人物 都将在游戏中登场 二代更加入了妖怪的元素 除了主角是武士和妖怪的混血之外 许多战斗关卡也会有妖怪出场 让充满血清的日本战国更加黑暗 官方也进行了多次的测试 得到了许多玩家的建议以及好评 翟塑培编辑们也非常期待 全票通过进入前三 去年年底终于有了官方的正式名称 由对马幽魂变成了对马战鬼 也宣布了预定上市的季节 以连仓时代蒙古大军入侵为背景 在日韩交接出的对马岛成为了主要舞台 玩家将扮演日本武士靖井人 挺身而出对抗蒙古士兵 其实有许多玩家拿只狼暗影双死 和人亡2来跟他比较 虽然都是动作类型的游戏 但是在玩法主桌上则是各有特色 三款各有各的好玩之处 但是还是一样的期待啊 废话不多说 又是一款全员期待的大作啦 作为我们2020十大奇代游戏 压轴介绍的作品 《Final Fantasy 7》重制版 绝对撑得起这个位置 不是只有单纯把之前的游戏内容 以现在的技术重制 更增加了符合重制版本的全新系统 像是在战斗中的回合制 变成了更加动作化的指定制 随着上市期间的接近 公开的资讯也越来越多 甚至还出现了试玩版的开唱影片 没关系 大概再等待两个多月就可以啦 我们宅苏佩也会想尽办法 来个抢先直播的 毫无疑问 2020编辑们的第一名就是他啦 由于名单就只有10名 一定会有所谓的一珠之汉 像是RTS经典之一的 《世纪帝国寺》 只有一点点宣传影片的 《萨尔达传说 旷野之席》续篇 而且《摇指部》的讯息也不少 像《股卷中6》 《战胜》系列的续作等等 没关系 只要最终和订阅我们 电玩宅苏佩频道 就可以掌握最新最快的 游戏消息了哟 电玩Top10 我们下次见 拜拜